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李晨和他的队友多杰彭毛 现在入场的是Angela Baby和他的队友杨砖 沙翼和他的队友罗孝 这个沙翼是走出了不一样的步伐 蔡徐坤和他的队友狼声多杰家 跳着舞进来的是金晋和他的队友万和杰 陈毅和他的队友杨罗 现在带着微笑向我们走来的是李依童和他的队友财多佳 让我们再次把现场的掌声送给运动员还有裁判员 欢迎大家 经过下午的训练 不知道大家现在对于自己的射箭水平有没有信心 有 那现在来为大家公布一下我们比赛的规则 比赛总共分为两轮 第一轮比赛你们将和自己的队友共同完成 每一人有两个字箭 字箭的总环数相加成绩财名前五的队伍 可以晋级到第二轮 其余的队伍淘汰 晋级到第二轮的独立射箭 然后成绩最好的一个人就是今天的获胜者 好正式啊 就是正式的比赛 那我估计选了 我们的第一轮比赛正式开始 有请裁判员 运动员就位 首先上场的是我们的尖扎运动员 刚才这两声短哨就是比赛开始了 对 要上场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尖扎运动员的第一剑 这一声就是代表着可以发射 一共的时间是四十秒 以前有鬼 加油 老师 拖把了 来 来 买了 买了 看到把钱有好几个托把 我们还要继续加油了 好 接下来是里程队 加油 可以的 我这个兄弟 还是用力 厉害 厉害 砸狗 没事没事啊 会不会咱追回来啊 我们的罗孝 这一次好像 稍微有一点点发挥时长 哇 九环 太厉害了 漂亮 有点出分我们的意料 诚意这个厉害啊 如果这剩我设的就好了 接下来请换我们奔跑团的剑手们 一位一位设更紧张 那我肯定都出马 感觉这个气氛有点凝重 其实在这么短的一个训练的时间 对于他们来说还是挺不容易的 都是第一次接触射箭 对于他们来讲可能都是一种挑战吧 他射箭的那个时间是四十秒 四十秒 四十秒之内 必须射出去 没有四秒都能射出去 接下来是跑男团的第一剑 加油 加油 相信自己 经过下午几个小时的训练 好男团运动员会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呢 梨同第一剑 五环 哇 哇 一把幸好没有脱把 是 Angela baby 六环 脱把了 接下来是里程队 哇 七环 还可以吗 还可以就手不稳定 来看下一位 蔡旭坤下午是非常努力的 一直在训练 就一直在找合适的那个点 找自己的感觉 这个发射时机还是非常重要的 张指导我也想问一下 他们下午射的成绩怎么样 里程还有沙翼 这种稳定性这种姿势 都表现得非常的好 嗯 沙翼哥有一点点发挥时长 怎么沙哥哥淋粉呢 不可能 沙哥哥 这不是你的水平 你刚刚不是练得特别好吗 来了一个十环 哎呀 小意思 这么容易 你挺高笑的你 接下来最后是陈毅队 这怎么了 什么情况 陈毅这边好像出现了一些情况 他的剑还没有搭到弓上面 感觉压力好大 射箭的那个时间是40秒 40秒之内必须要射出 接下来最后是陈毅队 这怎么了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陈毅这边好像出现了一些情况 他的剑还没有搭到弓上面 感觉压力好大 射箭的那个时间是40秒 40秒之内必须要射出 真是陈毅队捏了一把汗 好 没事了 发射的时间只剩下十秒钟了 八环 八环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你好 可以 没想到我射中了 你真的 成绩那个好厉害啊 感觉 我觉得也是一种感觉 就是当你眼睛看到的时候 裂部的时候 其实剑已经射到 成一队积分是17分 暂时位列太激动了 太激动了 现在有请各位运动员 准备自己的第二次射箭 加油 玩摩基 放松射 哪儿都可以 没有关系 老徐 有我 下一个给你射个十 好 可以 八环 好厉害啊 好厉害啊 这个也是第一次出现十环 希望大家再接再厉 厉害了 老师找到感觉了 接下来请换我们奔跑团的剑手们 至少让我拿个分吧 至少别偷吧 好厉害 好了 我们听到发射的信号已经响起 让我们来看一下跑男运动员至关重要的最后一件 杀一队总分十一环 好了 咱也咱 咱基本告别总决赛了 好厉害啊 拖把了 李怡同队总分十五环 好难过啊 错 八环 Angela baby队总分二十二环 下面看李晨 李晨的姿势非常的稳 好厉害 十环 十环 成哥在第二次设计 已经明显找到了这个感觉 为李晨加油 诚意队能否超过李晨队 获得这一次的第一名呢 我来个十环 相信自己凭感觉 好 好 加油 好 好 好 以你这为目标老师 好 当你眼睛看到猎物的时候 其实建议不好射到我 哦 诚意拖把 太丢你脸了 一直接着吃的嘴 什么情况啊 怎么会跑平了那么远啊 现在是金晶和蔡徐柯 至关重要的最后一件 让我们来期待他们的表现 好 蔡徐坤的成绩是五环 还可以 好 对 是 是 in 我 是 that 你 好 帅 我们负用 26环 Angela baby队总分22环 蔡徐坤队总分21环 李怡桐队总分15环 恭喜五位选手 恭喜 耶耶耶耶耶耶耶 我们队全靠老师撑着 一个十环撑着 这也差不多差一点 就差一点点 这个淘汰有点不公平 就是 怎么这样 不玩了 我走了 莎哥别难过 不难过 我向你们这儿来了 我干点我老板行 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反正你们基本上都相差 差不多 大家现在找到比赛的感觉了吧 希望第二轮有超长的发挥 那你就多想了 他们没超长发挥 正常都能维系 这我不过了 莎哥在接下来的个人战当中 你比较看好谁 看好 我都不是很看好 看好他自己 平时训练的时候 这我差不多了 你知道吗 完全忽然 你知道吗 有请工作人员为我们打开第二轮的道具 好 天哪 这个有意思 第二轮是个人战 参赛者需要射箭穿过钟摆的障碍 命中剑法 一共有三个回合 第一回合当中有一个钟摆障碍 第二个回合当中有两个钟摆障碍 第二回合你们的成绩会是你们的环数乘以二 在第三回合有三个钟摆障碍 你们的成绩会是你们的环数乘以三 这次我们的距离是七米 我们有请裁判员和我们的箭手就位 我觉得我可以的 这个需要大家发射时机要抓准 这个就特别好 我就喜欢这种车 凭感觉 就要快准很 其实等会摆的还会更大一点 所以就可能 肯定啊 比这个更不容易 第二轮比赛 正式开始 那么谁将会第一个出战呢 我们看到现场是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没有人想要第一个出来 那我来吧 我第一个吧 第一个是蔡俞坤 蔡俞坤下午是非常努力的 一直在训练 但是就是设的准度不是特别准 蛮当的 对 那么蔡俞坤的第一剑 将会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呢 没办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对选手都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我来吧 我们第二个出场的是李晨 李晨曾经拿到过北京海淀区射箭比赛的冠军 而且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也是拿到了很好的成绩 他的王者风范能否延续呢 李晨准备发射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他的成绩是 七环应该是 七环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 但是我们看到李晨的表情透露出对自己这个成绩的不满意 也很好了 然后感觉我要丢脸了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 男具拉贝比的第一剑 我们来了 八环 我们的宝贝 张志导 我发现其实 Angela宝贝发挥 还是比较稳定的 刚才在之前 也是射出一个八环 现在也是八环 下面看李一彤 前面三位选手 都已经取得了 不错的成绩 现在轮到李一彤身上的 压力倍增了 是六环 六环 六环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 只要能够射中靶子 就是一种成功了 已经 看我们的成义 拉弓的速度非常快 成义队刚才在第一轮当中的成绩是排名第二 是否能够继续他的高分 是否能够射中 这个就特别好 我就喜欢这种成品感觉 当你眼睛看到猎物的时候 其实见影不可能射到 就是一种感觉 当你眼睛看到猎物的时候 其实见影不可能射到 就是一种感觉 这要快准很 当你眼睛看到猎物的时候 其实见影不可能射到 陈一射出去了吗 为什么我在大屏幕上没有看到 现在我们看到工作人员 把第二轮的道具已经准备完毕了 现在我们看到工作人员 增加了一个难度 有两个障碍钟摆 所以这一轮我们的成绩是 环数乘以二的分数 反得非常难 这俩一起要给砸抓 这个估计就是很 考验运气的时候到了 对 这考验运气的时候到了 真的 在第一轮如果有稍微落后一点 也没关系 因为这一轮很容易就能够翻盘 这一轮如果能达到十环 那就是二十分的成绩 而且这两个是交叉的 交叉的反方向同时进行 能射到十环真的是 可以百步穿扬啊 第二次射箭 有请裁判员 运动员就位 有请裁判员 有请裁判员 五环漂亮 那么这个回合呢 根据规则积分是乘以二 所以蔡屈坤可以积到十环 非常漂亮 我觉得这能射进去 就已经不错了 就已经很厉害了 下面看李晨 可以看到出来啊 李晨的压力是非常大 这一箭是超过蔡旭坤 成为第一的好机会 让我们来看一下 李晨能否射出这逆袭的一箭 李晨的姿势非常的稳 李晨的姿势 来 拖把了 拖把了 听得到李晨自己一声叹息 由于李晨的拖把 现在反超蔡旭坤的机会 落在了贝比的身上 这次是取得了五环 成绩非常的稳定 现在呢 还剩下李怡童和成衣两位选手 没有射箭 让我们来看一下 李怡童的这一箭 能否创造奇迹 你怎么拖把了 你看但很厉害 射箭 我先说我直接拖把了 看我们的诚意 其实这个挺难的 诚意的第一件是托把的 那能否在第二件 利用双倍积分的有力条件 追回比分呢 这一轮看到明显难度增加之后 我们有三位剑手都出现了 托把的情况 所以在这一轮当中呢 蔡徐坤和安吉拉宝贝 是取得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 你们俩决决了 你们俩决决吧 我们基本上没戏了 如果我三倍来个十环 十环 三倍来个十环 那就赢了 三十分 那就厉害了 有请裁判员运动员就位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了 如果这一次能够取得一个好成绩 那么坤坤几乎就已经锁定了这个冠军 你这次能够取得一个好成绩吗 你这次能够取得一个好成绩的军事 这次能够取得一个好成绩 已经创立的 好 这次能够取得一个好成绩 这次可以做很多 只能够取得一个好的 除了Angela Baby以外 其他的選手 都已經退出了冠軍的爭奪 而且Baby也必須射中十環 才能反超泰徐坤 李晨拖把拉 李一彤也拖把拉 在哪兒 偷把 偷把了 三次零碗 發射時機還是非常重要的 集中注意力 專注一些 好 六環應該是 所以拿到的是十八分 在第二輪射箭比賽結束之後 比分最終定格在 蔡徐坤 四十七環 Angela Baby 三十六環 李晨七環 李一彤六環 誠意零環 今天我們這一環節的 最終獲勝者就是 黃坤 恭喜 祝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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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讓我們一位獲勝者 奉上我們準備的特別獎益 是不是後裔 後裔上身 後裔上身了 這真的是後裔的經驗